联邦动物调查局 让关注变成帮助 凤凰FM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联合出品 第六母 闹剧 回到动物园 在地球的另一边 不用担心盗猎者和猎人 比利和他动物园里的朋友们 想的是不同的事情 亲爱的卡尼 你的来信让我好想家 你说的草很甜什么的 只叫我流口水 当你提到我们悄悄靠近爱德温 喷了他一身水惹来麻烦 我不停地用鼻子哼哼笑 笑得都停不下来了 我一直在想 他应该也会对我们耍同样的把戏 很难过 听到你和家族不得不因为猎人而离开 大草原上的象群 似乎永无宁日了 这里只有无聊透露的宁日 的确 在新家刚好够大的地方 我可以小跑一下 但是露西一点都没变 起初我们刚到星象馆的时候 他似乎有些兴奋 可是只有一下下而已 他又回到了原来悲伤的状态 晃过来晃过去 又晃过来晃过去 要不然就是站在那里用前额顶着墙 我不觉得他一直都是这么暴躁和不快乐 一定是因为一直以来他都孤单生活在动物园里 他在这里旧旧的混凝土箱子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 哦,对了,我刚刚想起来一则大新闻 上周,饲养员们在动物园开门前清理笼子的时候 园长威尔不断嚷着 猴猴跑走了,猴猴跑走了 黑猩猩猴的房间和我们这里隔了三个展馆 他在这里待的时间和露西差不多一样久 猴猴是个不错的老朋友 他喜欢捉弄人开玩笑 不论对谁都笑咪咪 总之,就在威尔叫开之后 大家闹成一团 狮子亨利和美洲虎乔尼开始咆哮 猴管的猴子们跳上跳下 乱丢水果和石块 粉丝的凤冠鹦鹉又大声喊叫 孔雀派克开屏像打牌一样 呃,好吧,没什么新鲜的 派克开屏可快了 一逮到机会就搜的一下尾巴打开了 真爱心 接下来好戏上场了 警报气响了 远警跳出警车跑向动物园 饲养员用扩音器警告大家当心 注意,注意,吼吼逃走了 这有些滑稽 可是过了一会儿就显得有些蠢了 我是说一只上年级的猩猩能干嘛 它不凶残,不会伤害谁 但这些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戴着枪和警棍冲入动物园可真心烦呢 有个人卡在十字转门,得三个人才把它弄出来 我笑得太用力了,没注意到自己笑得有多大声 直到新来的迅兽师过来用迅兽棒戳了我一下 迅兽棒是个令人讨厌的尖铁棍 迅兽师用它来指挥我们 它的举动惹恼我了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只不过和大家一样看热闹而已 它用不着拿迅兽棒来用 很疼的 露西和我都有被迅兽棒弄过的伤疤 饲养员们似乎都没搞懂 其实只要对我们好言好语 或者多一点点耐心 我们就会像甜美的雨水一样好相处 它们应该知道大象是有礼貌体贴的 再回过头来说吼吼 追捕了好几个小时 大家上天入地搜捕这只老星星 但没人找得到它 不知怎的它撬开笼子上的铁锁爬了出去 它们终于在快中午的时候抓到它了 之后我就没有看到太多 因为饲养员把我锁在后面的兽篮里 后来它们放我出来时 露西告诉我 吼吼根本就没有逃走 从笼子里跑出去 躲开饲养员 还有警员跑了一会儿 只知上了年纪的黑猩猩 觉得没意思了 就又回来了 等饲养员追上它的时候 猴猴已经溜回了它的笼子 它就坐在人造树后面狭小的藏身洞 嚼着从外面人行道上捡来的焦糖爆米花 卡尼 真有意思 我觉得奇怪 猴猴有机会逃走却不逃 它可以一溜烟就走掉 但它没有 它直接回去那个脏兮兮的破笼子里 露西说 当你在动物园里待的时间够久了 就算你讨厌这里 但这仍是你唯一熟悉的地方 你无处可去 也无家可归 动物园是你唯一的家 可是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 我会尽快回去非洲的家 从那之后这里就变得非常安静 猴猴没有逃走 我猜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 饲养员没再把它从后面房间放出来 他们把它锁在游客看不见的地方 放个牌子写着 黑猩猩展馆暂时关闭 看似在惩罚猴猴 或者它身体不舒服 我看见医生拿了很粗的针馆 在它胳膊上打了一针 好了 先写到这儿 露西叫我呢 它好像吓坏了 这几天它经常这样 动不动就突然惊慌起来 要我过去用鼻子围着它脖子 它才会停止哭泣和上下摆动 我告诉它非洲的故事 好像能让它又找回了安全感 在巷管道那头吹号一声 好让我知道你和阿姨们奶奶都好好的 用鼻子击掌 比例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